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罷免 已經進行到最後的階段 陳柏惟的高中同學也出來爆料 到底怎麼回事呢 有一個就是這個反陳柏惟的 他就說他說謊誠信人緣差 這也要當成罷免的理由嗎 陳柏惟就說 自己當年還蠻照顧這位同學 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說 後來這位同學 還這個表示道歉 但是就比較奇怪了 3Q總部幫這位同學代發道歉聲明 這真的覺得很奇怪 然後他就說希望向陳柏惟致歉 拜託致者不要去騷擾他的父母親 所以是二人先告轉嗎 你這個道歉到底有沒有誠意呢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 也有力挺陳柏惟的 也是張信同學 他說可以監督陳柏惟 但擺明在眼前的 時機卻被說成一件事情都沒有做 實在天理難容 來范老師 現在的罷免還是哪 連陳柏惟的高中同學也要來插一腳 我不曉得是不是連高中時候人員差都被拿來 做為罷免的一個理由 我覺得已經無限上綱了 完全是人格抹黑 那這個高中同學我不曉得他是處於什麼原因 他出來說陳柏惟說謊誠信人員差 背後有沒有某種力量 有沒有暗黑的力量在迫使他或者是利誘他希望他出來 可是我覺得已經高中同學也都沒有再聯絡了 為什麼這時候會跳出來 連感情不好也要拿出來講 對什麼感情不好拿出來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讓人家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啊 那現在你可以發覺就是言清標言慌恆恆這兩位呢 父子呢第一道道不行 幾乎都沒有出現各種公眾場合 我覺得這是個警訊 這個會叫的狗不會咬人 我覺得他們正在做一個大的一個陸戰式的一個鋪陳 安排動員 這個是目前非常積極的 所以你看到就是說陳柏惟現在我覺得啦 他只能夠讓更多的年輕人去年投他的人 再回台中投一次 否則這個陸戰 因為我們知道罷免其實基本上他就是一個仇恨的動員 那我們可以看到言清標 他們去年 楊慧恆恆去年輸給了陳柏惟 這個恨他要找到一個藉口 找到一個出口 就是這次罷免嘛 所以你看你剛剛我們知道 他現在那個負責人叫楊文元 人家昨天問他說 他說你為什麼到處都是你的看板 宣傳車 他不但宣傳車 車上面還有LED的螢幕 那是豪華的宣傳 豪華那個一般選舉 那個請不起的啦 那個一定要演唱會 在那邊宣傳說我們要辦演唱會 那個大型像貨櫃的車子上面那個螢幕 那個哪裡是一般這個 不要講選舉 選舉都不太可能 還會罷免使用 請問那錢哪裡來 楊文元說靠大家募資的 那馬上說是羅志強提供的 羅志強 羅志強這麼有錢嗎 他一個台北市議員跨逐到了台中 他之前是什麼革命實驗院長就罷了 他現在也不是啦 為什麼提供這麼樣的 這麼龐然大悟的宣傳車 那楊文元說我們是靠募款 他們現在這個網賬的募款的帳戶都還沒開 哪來的募款 所以大家只要懷疑說你那個錢從哪裡來的 那楊文元是何等人過去也沒人知道 他現在每個海報上面都有署名楊文元 那我現在講楊文元那個年輕人 他是未來想要從政 是不是是不是這個 嚴家支持這個楊文元 因為這個人你莫名其妙騰空出世啊 以前默默無文一夕之間 喔還跟 陳柏惟這個電視上辯論的 辯論這個罷免的事情 所以這背後我覺得都是一場政治利益的集結 那更不幸的是 連黑道都進來了 這是到人民的恐懼 我必須要講 我們人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這最基本的憲法賦予我們 現在在台中二選區 他不存在 我們是一國兩制嗎 他是那個化外之地嗎 不是我們法律的規範嗎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大家不是說支持陳柏惟 而是我們要支持 這樣一個民主 支持不受恐懼的自由 這是很關鍵的 我們不要這個地方的派系 再重新進入到台中第二選區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那今天連陳柏惟在高鐵上休息一下 也要拿來 扶手要拿來嘲笑 對做文章 很無聊他每天台北質詢 然後台中下午跑行程 他中間休息一個小時 只有一個小時 掌握那個機會 睡一下不行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在那邊雞蛋裡面挑骨頭 只會激發更多人覺得 這場罷免是惡霸 這場罷免是不正義的罷免 這場罷免只是因為去年 袁寬肯選輸了 現在要出來 把這個 把Stanke罷掉 然後我重新 立刻就變成是候選人了 我覺得這些罷免的宣傳車 如果禮拜六 陳柏惟被罷掉了 那個宣傳車禮拜天就開始變 把罷免的宣傳車變成竞選宣傳車 馬上搖身一變 搖身一變 那個LED的螢幕立刻就變成 換成延寬盒的照片了 他準備要選立法文了 所以這就是一個荒謬的地方 意思我們一夕之間 罷免變成竞選 你告訴我原因 就是他就是為了去年選輸了 他現在要重新報仇而已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這個 整個罷免案呈現出一個荒腔走板的局面 除了高中同學也出來這個 例戰 另外呢 陳柏惟利用中午時間 赶回台中選區 在高鐵上睡覺 也要被拿來做文章 那他們就說 拍照民眾就說 這一趟高鐵也算在 民主苦行的累積里程數嗎 人家說你不要見列欣喜 陳柏惟是多麼的辛苦 早上他還是要維持他立委的職權 在立法院進行質詢 然後到中午馬上就要趕回台中 你看下午三點在悟封 四點在悟封另外一個地方 下午五點 同樣是在一個什麼福星宮 181920到晚上十點 瑞德哥 所以陳柏惟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現在呢 外界對他的這種抹黑鋪天蓋地 對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 這個所謂的自稱 這個高中同學呢 那麼自己call in 進來說 陳柏惟怎樣怎樣 講一大堆就對了啦 後來陳柏惟說 這確實是他的高中同學 而且他高中的時候 陳柏惟還對他很好 因為這個高中同學 可能有一些 另外其他的同學 對他怎麼樣 所以呢他還對他很好喔 那至於為什麼 事隔那麼多年了以後 突然間這樣做 不足為奇啊 各位 同學同學 捅到流血 就是這樣子嘛 我也被捅過啊 今天我不是講嗎 我也被捅過啊 跟這個四星時代 並不是很熟的同學啊 因為我明明是情治單位 監控的對象 變成我是這個同學 今天說 可以睜眼說笑話說 我是職業學生 廖北亞嘛 那我問你 那如何解釋 我跟他之間有什麼 恩怨情仇 殺父之仇 沒有啊 那你說同學 同學了不起嗎 我們讀書從幼稚園開始 小學中學 然後一直到大學等等的 可能要研究所 我們一生中會遇過多少同學 對 所以這些同學都是了解我的嗎 都是我的好朋友嗎 啊不是 你知道哪些是我的死對頭 你知道哪些是我的好朋友 你知道嗎 不一定 連最好的朋友旁邊都可能有人家 所安插的臥底啊 你搞清楚啊 你搞清楚啊 所以呢 那麼這些同學要站出來講的時候 代表這個同學自己的觀感 你看人家張同學站出來講的 就完全都不一樣 每個人每個人有不同的觀感嘛 但這個時候呢 其中一個同學站出來就說 你他怎樣 那到最後的時候又說什麼 自歉啊 說請人家不要去騷擾他的父母 因為怕人家去肉收啦 那你要為你自己所說的話 一言一行負責啊 民主言論自由 不是讓你無限上綱 隨便要怎麼講 就是說你說我撩壁了就我撩壁了 你身材狂狂的 對吧 然後問題就在這個地方嘛 那你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為自己的言論負責嘛 那你這個同學顯然沒有辦法負責嘛 這樣你說的我會算什麼 要嗎 自歉啊 本來就是啊 所以才要道歉嘛 哎呀不對 幹嘛道歉 我是對的 我沒有錯 那你幹嘛道歉 對不對 那麼現在問題來了 3Q陳博威 他們台灣激進黨是一個小黨 你看呢 從黨主席陳奕齊開始 每個人身兼多職 都要去做很多事情啊 忙到沒有辦法 每天針對這個抹會的事情 到地監署去提告 為什麼人手不夠 你知道嗎 可是你要知道 他對抗的是什麼 他對抗的是排泰島海而來啊 台灣在台中 兩大地方派系的結合 紅派黑派地方派系的結合之外 雖然表面上都用志工的名義 但他們的勢力大到什麼程度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還有中國國民黨耶 中國國民黨今天還開記者會 你忘了啊 朱立倫兩度到這個地方去 從三菱變成三毒啊 不管他是什麼三菱還是三毒啦 我們就要讓他3Q啦 就是這樣子啦 就是唯一要3Q嘛 所以各位這個等於說住在台中 二選區的這些年輕人啊 你們去年曾經給陳柏惟機會 包括當地的喔 當地的這個等於說五個 這個選區裡面五個鄉鎮啊 其中烏日那麼 橫柏惟在那個地方贏 元寬恒最多票啊 那你要知道 為什麼他們可能給他機會嘛 元寬恒在補血的過程當中 只贏陳世凱一千多票耶 他沒有壓倒信說贏很多贏很多 所以表示當地的老百姓 就心裡就想改變 然後呢 所以才會給3Q一個機會 贏了五千多票嘛 十一萬票贏元寬恒的十萬多票嘛 你們要知道在台灣 你們這些年輕人 你們如果回去投票的話 至少可以改變 改變一個事實 改變一個在台灣 可以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對 你們只要做這個就好了 在你的高雄 不管是龍井大渡霧峰 還是烏日 不管哪個地方 你可以免於恐懼的自由 那就好了 對 你不要人家做什麼的時候 邊人都一堆 到底是黑衣人到底要幹什麼 你不要這樣就好了 對 現在是民主台灣 你知道嗎 然後對當地的一些情治單位呢 包括警察局 局長蔡昌博 還是這個調查局的當地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那個名嘴跑出來講說 跑出來講賭盤講一大堆啊 像真的一樣 那我不知道檢警調 你們到底有沒有掌握 對 我不知道有沒有掌握啊 你們有沒有去辦啊 目前為主看不到半件啊 你知道嗎 然後這些黑衣人啊 黑影床床等等 9 7 8 9 3 8 8 9 9